接下来张大哥还要用这么多肉熬一锅清汤 这么多准备的食材都要用上 都要用上 这又是牛肉又是棒骨的 甚至还有瑶柱 真是地上走的海里游的全站了 味道调查员很好奇 明明在鸡豆花里看到的 只有一碗清汤和一整块豆花 怎么会用到这么多食材呢 第一步是我们要先调高汤 第二步就是我们的清汤了 原来烹饪鸡豆花中 像白开水一样的清汤 总共分为两步 简单来说 就是首先熬至高汤 然后再进行哨汤 将浓浓的高汤 变成像白开水一样透明的颜色 将撞过水的桶子骨 牛肉 鸡肉 火腿 冷水下锅 无火烧开 然后用吻火慢慢熬 熬四五个小时 保证食材中的精华全部进入到汤里 等待高汤慢熬的间隙 我们马上就要准备哨汤的食材 张大哥又会用什么 来把这浓浓的高汤 变成像白开水一样透明的颜色呢 一般掉出来的汤啊 它都看起来不清亮嘛 不透彻 最后我们就要用这个牛肉和这个鸡 鸡胸肉 来把它清成清汤 有这种清法吗 单凭几块肉 就可以将一锅浓汤变成清汤吗 就在味道调查员疑惑时 张大哥已经准备好了那张特殊的案板 这案板又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先从牛肉 先从牛肉开始 就把它剁碎 我们以前用的木头的砧板 拿去剁这个鸡肉的话 就会很多杂质 木制的菜板和砧板里边的一些木线啊 什么的会剁出来 跑到咱们剁的这个肉绒里去 对对 鸡脯肉也用同样的工序敲成肉糜 四五个小时下来 用来烧汤的肉末已经剁好 锅里的高汤也煮得差不多了 这个汤鲜味是够了 但是它的颜色还不够 张大哥说 面前的这锅汤虽然鲜味十足 但现在还只能算是毛汤 难以想象 仅凭这几种肉末 就能把眼前这锅浓汤变成清汤吗 那大概要搅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呢 这个搅散了就行了 这样搅散了就行了 全部都放进去 全部都放进去 这个肉末浮上来就可以了 肉末浮上来的时候就可以了 牛肉末在沸腾的高汤中翻滚 一点一点地吸附着高汤中的杂质 随着牛肉末漂浮了上来 轻量的汤逐渐展现在眼前 这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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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白肉 轻量下去才清澈见底 牛肉末烧过一遍汤后 再将鸡脯肉的肉末倒入汤中再烧一次 这一次汤已经彻底清澈见底了 看不出来是咱们刚才加了好多种这个肉的食材熬出来的高汤 对 前后十几个小时的炖煮 终于成就了这锅汤色清亮的高汤 那这宛如豆花一般的鸡豆花又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 制作鸡豆花也是要选用老母鸡的鸡脯肉 因为鸡脯肉粘性好 肉筋少 将鸡脯肉先切丝再切丁 然后再用刀背剁 比起哨汤用的鸡脯肉 制作鸡豆花的肉绒要求充分细腻 越细越好 加入蛋清有助于鸡豆花粘结 最后加入豆粉和盐调匀 先成为漩涡状才倒进去 在沸腾的清水中倒入鸡蓉调至小火 等鸡豆花慢慢成熟 放在嘴里几乎舌头都不用角度都不用抿 它就自然而然地化开了 一百多年前 大厨运用智慧成就了一道经典 并由一代代像张大哥这样的厨师 将这道形如豆花 汤清如茶水的鸡豆花传承至今 穿过人间烟火 留下风情万千 谢谢大家